日前一名叫曾伟的大陆富豪在太平洋塞班岛试图使用假身份 入境美国的时候被美国的国土安全部探员拘捕 这位身价亿万的中国大陆地产商因为在香港犯事 弃保潜逃 被香港联众公储通缉 富豪曾伟由于名字敏感引起中国社会广泛关注 各媒体是竞相报道 不过媒体对于这位曾伟的家事却是知耳不宣 有网友就在微博上发帖说 大家可知他爹是谁 塞班论坛报1月28号引述联邦探员的消息说 大陆富商曾伟于16号持刘志前这个名字的中国护照 试图进入塞班岛时 隐瞒自己曾利用移民或非移民签证多次出入美国的事实而被扣押 美国国土安全部探员采集了刘志前的指纹 通过指纹对比发现他就是国际刑警组织全球通缉的香港通缉犯曾伟 香港特区政府廉政公署28号晚公布被廉政公署通缉的地产商曾伟 1月27号已在美国塞班岛被逮捕 香港方面将向美方提出引渡要求 现年51岁的曾伟是香港玉汇集团有限公司主要股东兼董事 因涉嫌行贿银行职员及清洗犯罪收益被廉政公署通缉 香港当局在2010年10月7号指控曾伟行贿等四项罪名 11月曾伟以家庭原因和开董事会原因申请离开香港返回大陆 法官批准他以80万港元保释外出 2011年7月曾伟缺席了香港法庭的聆讯弃保潜逃 国际刑警于同年10月21号对曾伟发出全球通缉 北京时政观察人士华坡表示 中国的富豪90%以上都与体制和权贵挂钩 靠特殊的背景来获得成功 所以这个曾伟因为他的姓氏姓名来讲有些特殊之处 所以大家立马就和中国这个党委权贵之一曾经胡挂钩 这也不奇怪 华坡还表示 在中国的权贵们有许多身份证和护照 作为富商的增伪 弄了假护照也不足为奇 前阵的公安部清理出来有七十几万个虚假户口 那这些七十几万的人的身份是什么 我想是很少有平州老百姓的 需要多重身份 只有那些人 他们为了多报几个身份 可以自如自由的进出国境 可以自由的摺取更多的利益所必须的 大陆财经网报道 曾伟家事背景曾引发诸多猜测 公司内部也有人认为他背景显赫 但曾伟在个人播客中曾自爆家门 表示他出生在成都青阳区石叶街一栋老院子里 土生土长四川人 父亲为小职员等 美国之音报道说曾伟前几年在海外媒体被频频曝光 有很多报道指认他是中共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的儿子 在澳大利亚花费3240万澳元购买豪宅 但是财新网报道曾伟曾专门在香港媒体刊登文章 澄清他和前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无亲属关系 澄清身份的目的 不外乎是告诉他所做的一切 和中共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用这种一贯的 类似中国的这种党媒 这种喉舌的方式来去否认的话 只能让大家更加肯定他的身份 更加肯定这个身份的真实性 据财新网介绍 曾伟四川人 1983年毕业于重庆西南农学院 随后进入建设部 一年多后转调四川省委 1988年到海南 先后在海南省政府 省人民银行工作 后担任招商银行总行行长助理 1996年下海涉足房地产 创建棕履权控股有限公司 出任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裁